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所读的专业是社会工作者专业 如果顺利的话可以在2020年底毕业 给即将来纽卡或者澳洲或者其他国家读书的同学们一些经验分享 也是对我个人故事的一个经验 大家好 我叫林林 我现在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读会计专业 今年7月份即将毕业 我会去塔斯马尼亚大学读研究生 我希望能将我在纽卡的故事分享给你们 大家好 我叫李天赫 我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攻读会计专业 并且我将于今年7月份毕业 之后呢 我将继续留任在纽卡斯尔大学 攻读我的机械工程专业 我希望能将自己留在澳洲留学期间的这段经历 分享给大家 我是来自汉中市的 我来自于山东维方 就我来自福建省莆天市 我是来自天津 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两年了 因为对 我在国内读了两年 在这边读两年 是这样的合作项目 其实我对这个学校在来之前 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了解吧 也是因为学校合作的缘故 所以才过来 所以其实没有很大的期待 但是对于出国这件事情 其实我自己还是蛮兴奋的 我是17年的4月份来到这边的 所以已经两年多 其实呢 在就我在国内的了解 纽卡斯尔这边这个城市是 新南卫士州的第二大城市 它也是距离悉尼比较近的一个城市 是一个海滨城市 我觉得还是挺适合度假的 说真的 今天来澳大利亚 纽卡斯尔这个城市已经待了四五年了 因为是2015年年初 从北半球跨越一个海洋到南半球 和父母亲戚什么的隔得非常的远 这就不用说了 我来纽卡两年了 在来澳大利亚之前 我会觉得纽卡会是一个非常繁华 然后非常潮流的一个都市 就像北京上海管都那样的大城市 因为我感觉国外在我们印象中 可能是特别的发达 然后就也是那种高楼林立或者是怎样 但是实际上这边的环境特别好 但是人烟也特别稀少 我的家乡可能相对于这里来讲更村吧 我本来就喜欢安静的地方 所以纽卡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所以就是感觉那种原生态的纽村 真不愧是纽村 哈哈哈 哈哈哈